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蚊竹 这段时间很多话有提到一个问题 就是发现自己家的蚊竹经常出现黄叶的现象 那么出现这种现象,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土养的问题 因为这个蚊竹它是比较喜欢偏酸性土养的一种植物 如果说我们养久了对这个土养不做处理的话 这个蚊竹就会慢慢的发黄 而且这个土养慢慢的会变碱性 所以这个蚊竹就会出现发黄的现象 那么我们平时养护的时候该怎样处理呢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小经验 我们给蚊竹浇水的时候 只要对上一点这个硫酸亚铁 这个硫酸亚铁它是可以改善这个土养的酸碱度 只要把这个蚊竹的土养的酸碱度调和好了 这个蚊竹就会减少出现黄液的现象 那么这个硫酸亚铁怎么用呢 一般我用的比例都是一比一千 也就是一克的硫酸亚铁对上一千毫升的精水 一个月用两次到一次 大家也要控制好这个比例 如果比例太重了 这个酸性过强 对这个蚊竹生长也不好 那么我们只要把握好了这些技巧 这个蚊竹呢 就会减少出现黄液的现象 当然想要把这个蚊竹养好 其他的问题也不可能忽略 比如说光照啊 养护环境啊 这些都不能忽视 因为这个蚊竹呢 他比较喜欢一些闪射光的位置 太亨暗的地方呢 养护不好 阳光太强的地方呢 养护也不好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握好 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 我养护蚊竹的一些技巧 觉得有用 点个赞 我养护的地方